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欢迎收看《时事大破解》 护可兰总统扎连斯基访美 向华府提交胜利方案 究竟扎连斯基此行会有多大成效呢? 今天我们请来时事评论员张绍威先生 跟我们分析一下 张先生 你好 你好 现在知道扎连斯基在美国 先后在联合国大会发言 说这场俄乌战争不能单靠和谈 逼使俄罗斯来谈 而且扎连斯基都会向华府提交胜利方案 你认为这次扎连斯基去美国的成效会有多大? 我想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一是寻求美国方面 给多些官员 就是换了他 给多些款项 现在美国政府官员说 已经是订了 就给他3.75亿美金这么多的钱 第二就是尽快批准用美国的武器 去打击俄罗斯远程导弹 去打俄罗斯国土 因为现在它是开辟了富尔斯克那里 但是都不是打得很新入的 因为北约那边给他那些武器 就不叫他打得太新的 因为有一些导弹 如果需要用那些导弹 应该是有卫星帮助的 因为卫星其实就是北约那边 俄罗斯都说了 如果你用这些武器 等于就是北约正式开战 这个后果就很严重了 这个是他要求的 但是美国方面到现在都没批准 这次他都是要游说 美国国委那边去批准这个 给拜登总统多一点压力 因为拜登还胜低 很短时间做总统 他希望支持乌克兰 如果是有些成果 在他下台 7年1月下台之前 如果有些进步 他都觉得自己是做到事 在这个情况下 浙连斯基最主要是想 拿到这个许可 让他做 另外就是给他多些武器 他礼拜日到了美国之后 第一个行程 就去了拜登以前出生地 那个Binzifaniya州的Creston 那里就是参观了一间武器场 那个武器场主要是做什么呢 就是做炮弹的就是155号尾 那个大炮 那个炮弹是美军提供给乌克兰的 同时前一阵几个月前 曾经发生了炮弹不够 因为美军保留了炮弹 是不可以太长时间的 又防止它失效 那它生产出来就给了以色列 在加沙那边都用了一些 那乌克兰那里又用了一些 那美军自己都要保留 所以都不够 那现在那个工厂就不停地增加产量 那它就想美国尽快提供这些武器给它 还有给它 是因为都说可能希望如果炮弹的生产线 可以提高到每个月10万发 那样就可能支援到 现在在富尔斯克也好 东部地区的战事 但是其实 扎连斯基去参观这个楼弹炮的工厂 其实是否都暗示了 或者是一个姿态 就是美国都想说 那些高科技的武器 可能战斧导弹 或者一些很厉害的无人机 我们就给不了你的了 但是一些常规的武器 就是炮弹 或者一些楼弹炮 是我们可以继续给你的 那其实都是一个姿态说 你都不用想了 就算今次来的话 如果我真是全力支持你 我给F-35战机 或者给一些先进的隐形战机给你 但是没有 那是否都是一个政治姿态呢 其实有可能的 因为从美国方面来说 它是不想真的令到北约 跟俄罗斯全面对抗的 给一些武器 最初F-16都不想给 后来给了 给了拖延的时间 就说培训那个机师 很长时间 现在可以用到一些了 但是它都有限制的 都不想伸入到俄罗斯的领土里面 很伸入 造成了俄罗斯就用更加强力的武器 去打击 这个就现在美国和北约都想到 就是看这个情况 如果真是可以有什么其他方法 可以解决 尽不早就解决这个 但是他们已经说了 一定要支持乌克兰 打到最后一个人 一定要赢 所以自己都有一些 骑虎难下的意思 拜登这边是支持的 但是特朗普本身不是很支持的 因为今年三月份 匈牙利的总理 他就去了佛罗里达 就跟特朗普见过面 特朗普当时就说 如果我做总统 我可以尽快搞定这个 就停战的 怎么停战呢 我们不给钱支持他 不就搞定了 因为这个是大蛇话来的 大家都明白的 但是这样做 对拜登政府来说是不行的 因为他们要支持 所以他们就觉得 因为支持乌克兰 支持民主 特朗普是不民主 所以这些都当作是打击特朗普 是总统大选当中 打击特朗普的一个手段 所以现在特朗普就不提这个了 否则又被拜登那边 又打他一阵 所以但是很多人害怕 我想可能乌克兰那边 都有一点害怕 如果特朗普真的上来 他可能分分钟就减少了 对乌克兰的支持 因为共和党那边 很多人 那些国会议员都说了出来 说美国优先 因为美国是自己有很多问题的 譬如我们边境那边 你给了乌克兰那么多钱 但是我们自己的边境 就没有钱 阻止不了非法移民 这个是共和党打的一个反移民牌 所以他们说得很明显 用这个就减少给乌克兰的援助 如果这样做到 对贼连斯基来说就很不幸 所以他这次可能都要去国会那里 就说你们要支持民主支持我 所以避免如果真的大选那时候 是选总统和国会的 如果国会那边 共和党强势 那又可能对乌克兰的援助都减少 那就很惨了 因为我们都看到 其实拜登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 其实都说 我们会继续表明支持你们的 支持乌克兰取得胜利 但是其实老实说 刚才你一开波都说了 拜登的任期其实都差不多完 其实你拜登政府还可以做到什么 就算他再批军援的话 现在那场战争 就是两边的战事 不论是负尔斯克州 还是东部地区 都是含入胶着的话 其实老实说 可能拜登自己都知道 其实我只剩下几个月 我都做不到什么了 会不会有些说法 甚至乎说 其实都不介意 其实不如 可能来到特朗普上场 不是特朗普做丑人 他做我做白念 我还有一个道德高地 但是都可以 朗普上场了 他说不打的 这场仗不关我们民主党事 会不会都可能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拜登其实就算想做 其实都是做不到的了 大家都知道这场仗 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说 现在停就停到 俄罗斯那边都说他要坚持 如果是要谈判 前提就是现在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土地 就收回给俄罗斯 乌克兰当然不肯 美国和欧洲北约的盟友都觉得 如果任何俄罗斯占领土地 那日后就等于鼓励他下一步 继续上其他欧洲国家发动战争 那是不可以的 虽然大家觉得这个情况 出现的机会不大 但是都是比欧洲一些国家 有点担心的 所以他们一定会支持乌克兰 因为11月都说 来可能会有第二场的西方 希望举行一个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峰会 因为上一次6月就俄罗斯没有去 今次虽然俄罗斯都说 我不会来的了 但是实际上政治的事情 一天都严长 还有两个多月时间 其实你估计会不会 今次来到11月 可能大家都打了 打仗仗 打了这么久都无论再打了 可能11月的峰会 可能真的和平有望 会不会呢 那个峰会有可能召开 但是会不会有些结果呢 就可能说 因为侄林斯基他去了美国那边 他这个讲话都说 我们不是现在想和俄罗斯谈判 我们是想搭一个桥 可以通过外交手段 或者是其他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讲到外交手段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有些当事国出了问题之后 其他大国参与进去 帮他去找一个出路 因为美国和北约那边 是支持乌克兰的 他们在这个方向上 如果假设是有一个共识的话 那怎么和俄罗斯去谈判呢 不是乌克兰自己去和俄罗斯谈的 如果去和俄罗斯谈呢 俄罗斯就说你又承认 我现在拿着你的土地是我的了 那他一定不会制了 那谈判是没有结果的 如果是美国和北约那边 就是联络其他国家 去一起去这样 大家谈定一个所谓的 大家的共识 如果这样 为了停止这个战争 可能乌克兰都必要去接受 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再谈谈 OK 喝两茶 我们先看看 各位欢迎回来 时事大破解 今天我们请到时事评领员张世卫先生 和我们分析一下国际的局势 张先生 上一节我们就提到 其实俄乌战争就还在打 11月可能有机会有第二场的 乌克林和平峰会 但是其实11月都很关键 大家知道11月初 5号就是美国时间5号 就会举行正式的总统大选投票 其实俄乌战争会怎样发展 是不是都好看究竟哪一个候选人 究竟是特朗普赢还是贺锦丽赢呢 是因为拜登政府的政策 就是要联络全世界美国的盟友 去制定一些政策 支持民主 其中有一些方法 其实讲清楚 它已经是针对中国的了 美国政府是现在这一届是这样的政策 但特朗普本身他主要是以美国利益为先的 他上台可能分分钟就觉得 应该将那些钱用在美国这边 可能对乌克兰的支持度就去减弱 如果是这样 乌克兰的战事就不可能长期打下去的 可能各方面都希望尽快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可能是通过外交的途径 所以这个变化可能和美国大选的结果是有关的 但那大选怎样呢 我们现在真是没办法确定的 因为最近特朗普因为电视辩论之后 他和何锦利的拜登政府当中 接替拜登出选的副总统 他们两个人辩论之后 他自己反而被人认为是输了 因为何锦利那边的民调就上升了很多 现在很多州都是领先他 虽然领先不是很多 一点两点 但是之前拜登那时候是差很多的 现在何锦利就收回拜登失去的那些 还有一个很强的势头上来 令特朗普现在的形势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看回最新ABC News的文调 就说其实何锦利支持率是48% 特朗普其实是46%了 其实两个百分点 其实都相当之小的差距 那变数会不会是之前美国总统大选 都出现过的情况 就是可能你赢了选票 但是选举人 就是那些州份你输了 到结果都是那个大选结果 都可能会是另一边赢的 有可能的 另外就是你看 他两个都不过50% 其实大多数美国人是支持一边 差不多一半的人是支持特朗普 差不多一半的人是支持民主党 何锦利 中间还有几个百分点 这几个百分点 哪一个两个人当中 哪一个可以吸收到这些选票 就赢了 何锦利现在的势头 就是有可能吸收到这些选票 因为他就这一排 打了几张牌出来 都有效的 一个就是妇女的堕胎权 那个是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对的 因为特朗普上提之后 任命了那些大法官 共和党那边 那个法官就将那个 美国宪法 保证那个权利就收回了 现在就各个州自己订 很多州就搞到你没办法做了 这个就很多妇女票 就留在民主党这边 再加上经济情况有些变化 因为特朗普之前 讲了很多次吸票的方法之一 就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比四年前还差了 生活差了 因为这句话是很多年 很多年前 几十年前都用过的 但是那个范图是旧一点 但是合适用 还可以说 大家继续信他 只要经济差的时候 都可以 他都可以说 因为真的经济差一点 加上主要是高息类 很多人供楼、供车 就比较适合 现在联储局在这里选择了 又后可能在大选之前 可能还有一次 假设是这样的上下 大家觉得又选择了 跟着那个痛苦没那么大了 这个就不会那么相信特朗普 说经济很差 拜登四年越来越差 这个对他是不好的 他最新就讲了一个新的口号 那个口号就说 叫做 就是说 就是说你买屋可以给你买得到 以前你买不到的 现在希望你买得到 就是增加供应了 但是这个增加供应 这个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民主党都有同样的牌 他就说我去支持你 给首次买屋的人 贷款那些 那些太刺激的那些 其实是吸不到人的 如果你说这个口号 是非常亮丽的 被人一看就觉得 这个好 譬如他之前说 No tips tax 就说小费不用收税 这个就吸引到很多 父母的员工 酒店 餐人 或者很基层的市民 都会 就是他一听就听得明白 那这些跟我有切身关系的 可能他就真的会支持他 还有其实我们都留意到 因为特朗普都说了 何金正很想下个月 再次跟他做多次辩论 但特朗普就不肯制 其实你会觉得 为什么特朗普真的 俗语说说 缩沙了 都是不要再跟何金丽辩论 他可能有这个情况 因为他辩论完了之后 他当时有人就问 会不会问他 记者问他 会不会变第二次 他说输了才会要求 再变一次 我赢了 现在就算人家输了 人家的要求 他都不肯 是你自己害怕 是他其实 跟拜登的辩论就认了 跟何金丽那次 其实他不是太好 其中包括他说错了一些 假的 没有正视那些资讯 比如说那些海地的难民 去到吃猫狗 吃猫狗那些 人家的宠物都吃了 没有理由 很多人骂他 这些完全没有证实的 那你怎么可以当是真的 这些公信力是有点下降的 但他那场辩论 好像大家都只记得这一句 生弊 记得特朗普说了这件事 何金丽说那些什么 又大家好像没什么人像 其实他两个辩论 你没可能是认对方的 就是你说那些全部是真的 因为其实现实 其实是有些这方面对你有利 另一方面对他有利 那你完全都是说实实 那个是没什么说服你的 不会吸引到很多人觉得 哎呀对啊 但是有时你自己说一个说法 是真的令人觉得 对啊对啊 那这一句可能就有用了 观感上 对啊 观感上好像有些道理 但其实未必是真的 所以辩论最大的要求就是 你防止自己方面说错话 千万不要说错话 不要挂大那个事实 那么你变成别人不信你 说的话 那么特朗普有时那些作手 给他很多那些资料 他不看的 他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那么何金丽呢 他以前做过警察官的嘛 那么他知道是律师这方面 不可以说错话的 所以他就谈慎一点 所以他只是两个人辩论 其实没有一个是真的打倒对方的 只是自己少犯错 那么就已经是赢了的了 因为之后都看回其实说 一般的民调都说 其实那场辩论 就是对那两个候选人的支持 其实那个影响又没有那么关键性 甚至会我们现在其实都重点看回 每次美国总统大选都是 都是看那几个摇摆州的 那现在其实都 咬得挺紧的 最新都说 那七个摇摆州 其实可能有四个就倾向支持何锦利 那么其实特朗普都有三个 那么其实 是不是都意味着那边可不可以随时 可能他多拿一至两个摇摆州呢 那他就赢了 其实两边都是这样的 这两个大城市是民主党的 一个就是肺城 另一边就是皮特斯堡 这两个大城市就是这个州的票源 特朗普就希望将好像我们中国有时说的农村 包围城市 是将地方那些传统一些的农业人口多一些的 那这些州的这些选民 促进他们的票 那么在大城市当中 拿到一些不满拜登政府的票 这样他就可以拿到这个州的 但是民主党主要是靠着工委 靠着那些河生那些 在大城市那里 因为肺城那里有很多大河 去动员那些选民 那些义工 是大河生那里很多的 那如果动员到这些 就可以将民主党的所有的支持者 全部勾出来 那两边都是最后阶段 我想都是要用最大的力气 在这边去将自己的选民勾出来 那河金利的好处就是因为他都有可能 吸引到之前对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是很支持 那些中单票如果勾多一些 那他就可以赢到的了 所以他的形势可能比特朗普好一点 好一点一点 但是其实张先生你会分析 真的是11月5号大选 你估计到最后 即是六死谁受 谁会赢得到呢 现在就很难说了 因为我们经历过2000年的大选 那次就是因为 本来过以民主党的副总统 和特州州长小布什 他们两个竞争 那到了当晚一些预测已经说Bush赢了 过以都打了电话给Bush 恭喜你 但是跟着呢 他的竞选经理又说 不是啊 我们戒过那条数 最终我们可能赢了 你收回先 那他又通知他 收回我 我现在不可以承认落败的 那么跟着呢 最后是因为佛罗里达州 那个是太接近 法律规定就一定要重新转票 重新转票那时候就发生了 哪些算哪些不算 那就法律争拗了 那一路打官司打了整个几月 那时候我在美国采访这些 就整天都是不停地打官司的 那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那这个今年那个情况呢 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呢 那么多的州 会不会因为关键州 因为两个人的得票率太接近 都是低过1% 最后令到自动重新点票 那可能 11月5号那天 就我们落后 早上是真的看不到那个情况的 可能真的不知道最后 那个要打几来 另外呢 就是特朗普这边 已经开始做一些舆论 就说呢 今年那个投票已经开始了 那他都用这个 就当是他不接受那个辩论的条件 他说现在辩论没什么用的了 因为呢 我们已经是 游记投票都出来了 我们辩论的人都不会改变 因为他已经投了票了 今天多谢了张先生的分析 好 今集的时间也都是差不多了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